梅西在带队妈咪国际杀入到联盟杯的八强之后也是非常开心 毕竟本场比赛梅西是通过一例直接任意球绝评 将比赛带入到了点球大战之中 而梅西赛后也当选了最佳球员 加盟妈咪国际之后 梅西在他对于自己的出色状态也是非常满意 在社交媒体上也高调地进行了发文 梅西写道 战斗到最后最终又赢了 短短十个字也体现出来了梅西的霸气和队语拿下比赛的兴奋 梅西加盟迈阿密国际仅仅四场比赛 就两场奉献了任意球直接破门 其中第一场就替补出场压哨绝杀 当时就让现场看球的球迷们直接沸腾了 而这次的压哨绝评则是让队友们直接兴奋的难以置信 梅西主罚任意球简直和踢点球一样轻松 也让这些队友不得不佩服球王的实力 而梅西社交媒体的发言也是狠狠地打脸大巴黎 上赛季梅西状态如此出色 但俱乐部还是要求梅西降薰续约 想要让球队老大单和带队 所以对梅西的续约完全不上心 就连梅西拿到卡塔尔世界杯冠军后 巴萨都没有为梅西送上祝福 但是大巴黎方面还是继续打压梅西 如今姆巴佩也想走人了 而梅西如此出色的状态 也让大巴黎十分的后悔 如果挽留下来 梅西新赛季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冲击好成绩的 而梅西在美直连找回了开心踢球的乐趣 在竞球和带队的成绩上也是无可挑剔 他也是准备好了剑纸金球奖 为了拿到自己的第八座金球奖全力以赴 就算美直连确实是竞技强度不如欧洲五大联赛 但梅西一己之力将联赛中垫底的曼阿密国际 带到了如今连胜的状态 也足够为他在金球奖竞争中进行加分了 在梅西加盟了曼阿密国际之后 很多巴萨的球迷和梅西的球迷都希望 曼阿密国际能够签下巴萨的球员 只不过在完成了布斯克茨和阿尔巴的签约之后 他们没有再次签下其他的前巴萨球员 包括盛传的伊涅斯塔也没有选择曼阿密国际 而是选择加盟了阿联球连赛球长FC 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肯定是非常失望的 但是对伊涅斯塔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很差的选择 已经告别欧洲足坛多年的伊涅斯塔此前 一直效力于这一连赛的神户胜利船 只不过由于最近的两个赛季频繁受到伤病的影响 出勤效率并不算高 在2023年仅仅出场了四场比赛95分钟的时间 所以在经过和俱乐部的协商之后 伊涅斯塔选择了提前解约 告别了这连赛成为自由球员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伊涅斯塔一直在寻找合适的球队 并且在巴萨的训练基地进行训练保持状态 对于伊涅斯塔来说 曼阿密国际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俱乐部也向他抛出过橄榄枝 只不过由于曼阿密国际能够给出的薪资 确实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他对于是否加盟的态度并不明确 在曼阿密国际拥有的三个超过工资帽的名额 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包括梅西和布斯克斯都拿到一个名额 伊涅斯塔如果加盟的话 最多只能拿到160万美元的年薪 这对伊涅斯塔来说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 已经39岁的伊涅斯塔也没有留在欧洲足坛的可能性 他目前的实力和状态已经无法适应顶级联赛的比赛要求 所以只能够在海外联赛寻找机会 在过去的三个赛季时间里 伊涅斯塔在神户胜利船只打进了八例进球 送出七次助攻 虽然他的作用并不是数据能够体现的 但是他目前的年龄已经无法再次获得顶级联赛的邀请 为了自己职业生涯结束后的生活考虑 迪拜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吴远和梅西在曼阿密国际重聚确实是不小的遗憾 对于伊涅斯塔和梅西甚至是他们的球迷来说都是如此 以伊涅斯塔目前的实力加盟曼阿密国际 依然可以为球队带来一定的帮助 也可以让梅西获得更多的机会 不必每场比赛都凭借个人能力才能帮助球队拿到比赛胜利 但是选择阿联酋联赛的伊涅斯塔依然值得祝福 作为一位自由球员 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加盟的球队 梅西在离开大巴黎前还跟大巴黎主席纳塞尔提战略 给出球队规划 该媒体指出 梅西跟纳塞尔的出谋划策建议他扶正内玛尔 此外 梅西跟纳塞尔说如果大巴黎想要变得更好的话 应该招募像凯恩这样的球员 由于是法国媒体的报道 所以外界存在怀疑的声音认为是法国媒体在蹭梅西的流量 不过如果梅西真的这样跟纳塞尔建议也是合理的 而且反映出两个现象 首先就是梅西他有职业素养了 都要离开大巴黎了 还要给老东假提战略 梅西非常有眼光 如果他被认为退役后 如果想进管理层的话 当个球探老大是非常科学的 这样可以帮助俱乐部挖掘人才 梅西在过去几年都展现出高质量的选秀眼光 他可不仅仅是球探 也是潜在的优秀管理层 建议大巴黎招募凯恩 也是为了提升大巴黎的球队实力 第二个现象就是梅西还是对内马尔那么好 如果姆巴佩黎队的话 这对内马尔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虽然内马尔大概已经不能够获得金球奖 但如果带好大巴黎的话也算是职业生涯第二春 让内马尔重新当大巴黎老大搭档凯恩 再提升球队后防线 大巴黎还是能有竞争力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 2023年金球奖颁奖典礼已经不足百天时间 放眼足坛能够有资格拿下2023年金球奖的三大候选人已经出现 法甲巴黎队的姆巴佩在过去的赛季里面取得了54进球 12助攻 但是大赛荣誉只有法甲冠军世界杯亚军 前法甲巴黎队队球员梅西取得了40进球和高达26助攻的豪华数据 并且梅西还取得了法甲和世界杯的冠军 尤其是后者世界杯冠军让梅西遥遥领先其他竞争者 接下来是魔人哈兰德 他在过去的赛季里疯狂进球取得了56球 另外还有10助攻 顺利拿下了英超欧冠和足董杯冠军 但是在世界杯中表现不太好 关于2023年金球奖的人选 几乎可以断定就是以上三人中产生 获奖概率最大的就是梅西 在世界杯拿下世界杯冠军 这就是梅西最大的筹码 并且已经有媒体表示 从数据和荣誉上看 梅西已经完全压倒哈兰德和姆巴佩 就是2023年金球奖的获得者 在加盟美之联迈阿密国际队之后 梅西更是获得了四场七球的数据 每场比赛都有进球 并且给美之联 妈咪国际队和对手 带来了巨大商业利益 梅西获奖基本上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球王梅西在职业生涯末期 再次拿下金球奖 可以说是对于梅西最大的肯定 还有明天kk need 手里是这座小子 最遇到某善 获得墙